欢迎来到巴巴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新电影初次饰演反派顶流转型的风 终究是吹到了肖战身上 当年,他刚完成藏海传的拍摄 就带着家人飞往海外度假 生活过得相当惬意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几天的轻松时光还没享受多久 肖战便确认出演新电影《我的答案》 看来,他的假期也就到此为止了 这部电影一经宣布 粉丝和媒体们立刻激动万分 尽管他的新剧《德显景致》已经安排在日程上 大家依然好奇 这部电影的拍摄计划将如何进行 《我的答案》这部影片 讲述了检察官吴亚梅在巨大压力下追寻真相的故事 在面对辩护团队和舆论的双重压力时 吴亚梅依然坚持不懈地追查 最终促使真凶在法庭上承认了罪行 这一次,肖战首次挑战反派角色 这一转变无疑标志着他职业生涯的一个新高峰 他从《捉妖记》二起步 接着出演素人特工朱仙 还有即将上映的《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在演艺道路上不断突破自我 从一个新人演员成长 为能够驾驭各种角色和题材的实力派 他这次的职业生涯中 毫无疑问 进行了一次大胆的角色转变 翁子光资深导演的加盟 使得这部电影大大增色 自1998年起 翁子光便在影视圈展露头角 他的加入意味着这部电影 在艺术性和叙事方面将追求更高的标准 人们对翁岛的这部新作充满了期待 讨论得如火如荼 翁子光在影坛的影响力日益显著 2024年对他而言堪称硕果累累 他不仅荣获第15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 年度港台导演奖 还在首届柏林华语电影节上 斩获最佳导演奖 并在香港电影金像奖上 捧得最佳导演奖 这些荣誉不仅认可了他的导演才华 还预示着他在未来的电影项目中 将有更加出色的表现 计划名为《我的答案》的电影预计 将于第三季度开始拍摄 预计拍摄时间为两到三个月 肖战参演的另一部重要剧集 德显锦志计划在第四季度开始拍摄 因为该剧在演员选择和场景设置上 有极高的要求 需要进行详细的准备工作 提到肖战的演艺之路 不得不说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演员成长为全国知名的顶级明星 无论是即将开拍的《德显锦志》还是正在热拍的《我的答案》 每一个新角色都令人万分期待 同时也展现了他演技的不断提升 此外 他的几部新作 如《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和《藏海传》 让粉丝们无不翘首以盼 这无疑是一场视觉与情感的盛宴 他如此努力 每一部都引人注目 真是令人钦佩 肖战的实力和努力堪称一流 面对行业中的挑战和压力 他和他的团队始终保持着高水准的专业精神 无论是项目选择还是表演 都展现出高度的专业性